比如說2015年好了 比如說今年度 哪個號碼出現機率最高? 2015 那我這邊是用大樂透財 我這邊用大樂透 因為我發現樂透財不太要找 因為這個我沒有在簽 所以我不知道 至少我知道大樂透 它號碼是到1-49號 那這邊的話我是用關鍵字去找 歷年來大樂透的開獎號碼 你大概找一下大樂透開獎號碼之類的 我大概找一個大樂透開獎號碼 然後Google一下 這邊就會有 比如說這邊有沒有大樂透查詢之類的 這邊就有這個 那裡面的話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 找到之後的資料2015年 比如說今年度哪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包含特別號 那你會發現 這邊這一期最近的 10月16日 這個1242期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到ECEL裡面來 這個是一個變化題 請各位自己再增加一個104年 拿大樂透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年度也沒關係 103、102都可以 OK 第一個先新增 第二個的話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資料 給放過來 幾個方法 你可以從那個資料裡面的 從web 特別注意到這邊有個 在ECEL裡面有個資料 從web 這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那個資料 從web點擊 再來把剛剛那個網頁 這個網頁 上面一個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切到ECEL 上面一個網址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這邊有個到 OK 這邊反正就for 就for就可以了 它有一些一些 好 那 你會發現 這個表格 的 左上角 一定會有個什麼 這個箭頭 表示說 我這個表格我要了 請你幫我下載下來 那怎麼做 點它一下 這個我要對不對 OK 賄賂 到哪裡呢 A1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 200 2015年的10月份 一直到7月份 都下來了 然後其他怎麼做 再做一次 從web 那下一個是2的 剛剛是1嘛 2 就是7月的 那一樣也是什麼 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它有個規則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page 1 2 當然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再放到這上面來 貼上 然後到 OK 那一樣的方法 全部都按for 然後把這個網頁這邊打勾一下 有沒有 這個要下載 OK 匯入 那匯入的話 他會問你說匯入到哪裡 匯入到這裡 因為一直往下接嘛 按確定 好 以此類推 所以蠻多的 還有底下的 自己再完成 那請你把中間這個 他會多下載這個 把它刪除掉 好 那假設你通通做完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寬度不夠 拉一下 應該懂的意思吧 反正你就把它匯入進來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大樂透的中獎號碼 這個地方怎麼樣呢 應該要切割開來 可是它怎麼樣 全部都沒有切開來 全部都幫你中間加多點 有沒有 或者加什麼 加空白 這就麻煩了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一個 一欄就放一個 有沒有 可是它是怎麼樣 它是放在一起 怎麼辦呢 等一下再來